星期都已經升旗了 我們明天就十一的 我們明天這裏的南加州 北加州都是華人 香港人 就會嚴陣以待去中國領事館 都會和他河區快點結束 我們不是叫國慶 我們叫國殤 你要搞清楚 為什麼會叫國殤 我愛祖國 我心是祖國的 我的祖國就是中華民國 是10月10號的 我們呢 響應鄧炳強保安局局長 就是我們不分裂國家 因為香港是屬於中華民國的 我們說清楚這件事 我們不分裂國家 我們不分裂祖國 我愛祖國的 一定的這個 我們正式國慶就是10月10號的 是的 現在這個10月1號是什麼來的呢 10月1號是中國淪陷的日子來的 是國殤日來的 沒有什麼是值得大家歡開心的 是一群中國人民受盡煎熬殺害的起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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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72年前開始了 OK 所以沒有什麼值得慶祝 但是有一群奴才那些 就會很開心就出來慶祝了 慶祝之餘 當然就語無倫次 一大堆口水還飛來去拆鞋啦 拆鞋就還拆鞋 例如 好像林鄭 你想去說中國共產黨對國家有多好 A 多好 B 多好 C 我可能呢 我都有得理 但是你不是 你是要踩香港人 一個在香港的特首 你是要踩香港人 那我當然不會放過你啦 說 怎樣將香港搞到現在今時今日這樣的地步 一手一腳 都是港共政權造成 也是林鄭月娥有份參與 那她說 在演詞裏面 在今天她的廢話裏面 其中有一樣就是講到理性溝通 所以我們就特意弄這個圖 就是在831裏面 她怎樣跟市民理性的溝通 這個就是她 難道這個就是她所謂的理性溝通? 所以 這是香港警察的突擊行動來的 這是香港警察主動出擊 這是香港警察主動出擊 以這個叫做鎮壓這個叛亂的名義 以這個叫做鎮壓這個叛亂的名義 太子彈啊 這樣 那就是 不是 他們想著就是去針對一些年輕人 針對一些年輕人 但是他們是無論是什麼衣服 他們看到年輕人的 看到戴口罩的 他們就去攻擊了 那其實 他們就是用這個衣著和年齡來的外表 就懷疑這些人是有去到示威的 但是呢 是沒有實質證據的 這些是跟香港警察一貫的執法方式完全不一樣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講到明的 是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遊行自由和示威自由 你林鄭月娥說到你是怎樣去捍衛這個 這個中華人民、中華網民、中華五毛共和國 你這個地方的憲法 但是呢 你一點都沒有手啊 你示威有人犯法嗎?沒有犯法 但是那些警察就是無差別去打人 無差別打人就觸犯了什麼? 觸犯了 犯了法啦 總之就是 沒有一個警察 沒有一個警察出來被人抓 除了無差別之外呢 那時候呢 他們是以一個叫做 譬如說這個示威者 因為說當時示威者呢 就是在這個地鐵裏面呢 就和一些藍絲 就是有一個叫做爭執 有些扔雨傘啊 扔水瓶啊那些這樣 那警察去到 聲稱就說是被示威者襲擊的 但是呢 他們又沒有抓到哪一個襲擊警察 也都沒有影片的 沒有證據的 如果他們有今天這個襲擊警察人士的名字是沒有的 那為什麼警察會作出對市民的一個襲擊呢? 或者去所謂的 無差別 這個武力的行動呢 它根據什麼呢? 那這個是一個警察的主動出擊來的 這個網上有影片 無差別打人 沒有一個警察起訴 這些你所謂林鄭月娥就是所謂的理性溝通呢? 所以這個第一個廢話 OK 第二個廢話 你還有別的廢話要補充嗎? 當然有很多 今天真的有很多 很多廢話 整篇廢話 林鄭有說過 她說這個香港國安法針對 只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分子和行為 絕大多數的市民和人權和自由是施耗的 絕大多數的市民的人權和自由是絲毫不受影響 那這個絕小數和絕大多數是她說的 那我們是沒有辦法看到 什麼叫絕大多數 什麼叫絕大小數 是非常之模糊在這裡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香港在這個反送中出來遊行的是有200萬個人 甚至是有這個影像看到是多過200萬的人 即是說香港每七個人或者七個半人就有兩個 起碼五個都有一個 至少五個都有一個 那不是少數的了 那就不是少數 而且出來示威表態的 也都不會是這個陣營的全部的人 願意出來表態 出聲的不是少數了 還有就是過去這個2020年的7月11號至12號的35家的選舉 那是有這個70個百分比的投票率的 那是有61萬人次 那這個和香港剛剛最近這個選舉 這個所謂完善了的選舉制度 投票是沒有不夠2400票的 那他給這個2020年7月的那個 61萬人次和現在的那個2400個 那怎麼會是支持政府的絕大多數呢 就是這個他怎樣去打橫 那個數字都沒有搞清楚 去打橫說 香港特首 那個數字都沒有搞清楚 禮橫折曲 禮橫折曲了根本 你說 但是你還要是說 還要標籤 是說求同存異 如果你是真是求同存異的 這一幫人 就是這幫35家這幫泛民 我們叫什麼泛民 泛民 根本就沒有惡意去傷害香港人 甚至傷害特區政府 甚至傷害國家安全 因為他們一直以來都是針對一件事 就是支持民主 祖國有民主 香港有民主 這些概念而已 有什麼大不了 你自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裡面 你都說明自己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民主什麼制的那些東西 你都是用民主這個字 你用民主這個字也可以 人家用民主這個字就不行 你是不是這麼惡啊共產黨 是吧 那麼求同存異 接著還有 就在這裡 再說 你這個一國兩制 你現在說你們特區政府希望繼續堅持這個 一國兩制 這個制是什麼制呢 你現在就是不讓人示威 不讓人遊行 出版沒有自由 言論沒有自由 你違反了什麼 你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和基本法 OK 你達國國安法 根本國安法就不應該在香港實行 你這個是香港的特區政府 辦事不力 沒有去捍衛香港這個國際都市 令到香港淪陷成為共產黨的 那些什麼叫做白手套 是嗎 共產黨的工具成為 壓錢工具 這樣 那你呢 我想一國兩制最低限度的就是 去到最 這個叫做minimal 這個叫做簡約的 就是起碼有一個公開的審訊和獨立的司法 這個是最起碼一國兩制應該有的就是這個 而這個公開審訊和獨立司法 現在在香港都沒有這個 連那些 法官裁判官都是 共產黨安插的人 去判一些 去判一些 譬如說 去刺何君堯 就判了九年 等等 但是去襲擊梁國雄就是三個月左右而已 那就是這些不公的判案呢 我們大家香港人是有目共睹都看在眼裡的 就不是那幫藍絲在這裡說 什麼愛國者治港 最愛國那幫人呢 就是反對共產黨的一幫人 針對共產黨的荒謬的一幫人 他們只是在言論上 做了 即是出文章 或者是出片 來批評你這個共產黨的不堪 那共產黨的不堪 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了 法國最近就出了那些 summary 講你2017年就已經在香港開始 是這個military school的 satistic strategy 策略 策略報告來的 策略報告 跟著策略報告 是嗎 講著2017年開始 你就已經 令到全世界 共產黨是令到全世界都對你 反感 那這件事是一個事實來的 那為什麼一幫人在裏面就不會覺得是呢 那還有 一幫人在裏面 是真是親身經歷到 那種 的打壓 講句話 不要說講句話 我穿件衣服黃色 都給你逗吧 肥灣警察 我們認識朋友來了 洛杉磯的 來了我想三四個月 比進 我想差不多 他們呢 為什麼會來呢 因為他的兒子十幾歲而已 我想十五歲不夠 無端端給那些警察 他呢 就逛街 和爸爸媽媽逛街的時候 那個小孩走在前面 爸爸媽媽走後面 遲他幾步路而已 那些警察見不到那個爸爸媽媽呢 就上前去兇這個年輕人 十幾歲的小孩來的大佬 令到那個媽媽呢 就會覺得 如果我不是在他後面看著的話 那我不跟兒子去同行的話 分分鐘兒子不知道會不會 覆不住回家的 知道不是 終於來了洛杉磯 你這些叫做理性溝通嗎 林鄭月娥 你抹大一下 如果你說 所以說 他在演講 他在講 有很多種廢話 分很多層次的 你說廢話 去表揚共產黨多好多好 OK 你就去表揚 你就去拆你的鞋子 我們就不會理你 因為都知道 那些兔羽你是要拆鞋子的了 但是 你拆鞋子之餘 你就要說香港 現在的環境 那就一定 就讓我拆你先的了 因為 這個 這個 剛才的例子 12歲還是13歲 15歲不夠 15歲不夠 這個不是我們方稱的 他那個 親身經歷 是有在大紀元 其他的訪問那裡公開過 大家可以去上網找人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OK 我們都認識很多 是來了半年不夠的香港人 所以 所以你這個 胡說林鄭月娥 在這個所謂的國慶裏面 就廢了一大堆 就說到香港是因為你 就是因為你搞到這麼亂 怎麼去說什麼亂 由 亂 轉字 是由亂轉字 我想這幾天大家都會聽到很多由亂轉字 跟著 甚至林鄭月娥是說到由自及興 由亂轉字 由這個 九月尾到十月頭 我們都會在這些新聞的標題都會看到的了 他們就說到這個國安法在香港實行了 一年又多了 香港的定海神針 就去回復香港的繁榮穩定 那些反對政府的聲音 就沒有在香港再滋生 或者被他們判了去坐牢 這樣 但是呢 但是 為什麼現在十一 香港要去派這個八千個警察去到守這個金紫荊呢 他們怕什麼呢 如果是由亂轉字的時候 甚至街上都沒有什麼人出來 今天是放假的 那些人都寧願在家裡攤透 那為什麼那些警察要去八千人出來嚴陣以待呢 弄光那些水馬那些 那些閘 封了路那些 沒有什麼很害怕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大家應該很開心才是 是的 警察多過那些觀眾 接著做一件事 必須要拆 就是關於外部勢力 他講到香港有外部勢力 香港 香港一向就是有外部勢力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是國際都市來的 香港從一個漁港開始的時候 怎樣發展呢 發達的時候 就是靠那些美軍啊 英軍啊 那些派在一個岸上 然後那些軍隊就上岸上 花錢 去那些夜總會花錢 那那些什麼 例子夜總會那時候就很厲害的 這個全部都是由外國建立的一個城市 還有就是英商以前購買大陸 就是中國的茶葉 還有這個瓷器啊 等等的出產呢 他買去英國的時候 他們很欣賞這些中國的出產的嘛 就是這樣去行商啊 這樣 國際都市 香港這個國際都市 你竟然呢 好學不學就學那些大陸 九官的套語 什麼外部勢力啊香港 香港一個國際都市 當然有外國的參與啊 美國 多少錢在裡面啊 美國 OK 美國有這麼多資金 放在香港裡面 OK 你不說 接著你就要說 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我的錢放在那裡 我就有權去干預那邊的事務 你不喜歡 你就將那些錢全部 趕走去 你夠不夠膽 你不行啊 你不夠膽啊 接著你就要說 美國干預 哇大哥啊 美國在這裡 我只是關注著我的自身利益 接著去制裁你們那些狗官 因為 你們那些狗官是犯了法的嘛 你們那些狗官就在欺負一幫 守無寸截的香港人 一個正常的國家 一個正常的政府 就是 叫做什麼 毓文說的叫做為人變冤百貌 是嗎 為人變冤百貌 這是第一天 無論在人性裏面 在一個國家政策裏面 都是一部分來的 這個不能逃走的 這個不是干預來的 這是每個國家 我應該會做的 你走去搞維吾爾族 你走去搞西藏 你全部國家都為偶利的 現在你搞香港 更加絕對有權力 香港特別香港 為甚麼 因為香港不單止有一幫人 是不單止美國人的資金在裏面 還是美國公民在裏面 他必須要保護的 跟著這個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反人類 反人權 反人權在一個國際都市裏面 你反人權不及你 及你就正常了 以及美國有沒有踩著腳 進去你香港 美國政府 沒有 美國政府做甚麼 在意外 在美國裏面制裁 我不讓你進來 現在倒轉 是你香港特區政府 在干預美國事務 我這裏美國要制裁誰 就是制裁誰 關你林鄭月娥差事 關你共產黨差事 我不讓你進來 是天經地義的 我不喜歡誰 這間屋子是我的 我不喜歡你 林鄭月娥 你這樣的狗官 你這幫小孩 那幫助就遺約 的垃圾 搭進來美國 境 不讓你進去天經地義 我沒有這樣 這一類型的行為 你認為是干預 那你就干預美國了 你就干預了 你在美国 你在香港那里就说一句 你在香港可以管的 不要用美金全部用人民币 所有美国公司全部说出境外 你做不做到 你林郑就做不到嘛 你这个妹子 你这个妹子你就是没有这样的力量 只可以在里面欺负一帮香港人 跟共产党一样 共产党只可以欺负中国人 他走出来来到美国 我说了很多次 共产党在美国 国家是老鼠 共产党你听着 你在美国是国家是老鼠 你看到我一个普通市民 都不敢一声 我们见过了 Antifa 他用Antifa的身份 假装Antifa 参与Antifa Antifa在洛杉矶那时候 George Floyd的事件 由5月至7月8月 我们在美国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大城市 都是有那些叫做 好像宵禁 类似宵禁那些 这样的 因为那些Antifa 就在那些 那些 市中心那里就 集会啊 捣乱啊 搞事啊 这样的 那在这个 L.A.那个政府大楼那里 有一些黑衣人Antifa 那就是去破坏政府的玻璃的外场 那打烂了些东西 有片的 那他们呢 就是有一个呢 是穿着黑衣写着 我心 我爱香港的 我爱香港的 那你Antifa和我爱香港 扯上些什么关系呢 你扯不上关系 除了是共产党 滲透Antifa 是的 去给钱 去分这些组织 来都是去破坏美国 这个Antifa 他们就是会 试那些 学了香港那些示威 黑衣人示威 就是会用那些冰淇淋 整饰这个催泪弹 那 其实就是 其实因为 照理是不适合美国的心态 因为美国的人呢 我们这里呢 那些人呢 普通 平时就已经是开车的 香港呢 就是这个 要搭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 那 那和香港五金铺呢 就真的你去买个螺丝啊 可能买一支这个交通 交通是这样的 那些 20毫米的交通那些这样的 在美国呢 那个五金铺呢 是你整道门都可以买的 因为我们呢 那些人是开车有货车 很普通的 那那些 就是 比如说 你要整个 这些很大型的 五金啊 或者装修那些东西呢 不仅是装修佬可以买的 我们普通市民 普通一个 司拉都可以去买的 你真是整个铁盾牌啊 都可以啊 我们在这里 没有人理你 在这里 你拿个门 去整个盾牌 去挡警察都可以啊 老人理你 你为什么要拿个法宝胶呢 为什么要拿个法宝胶呢 为什么要拿个法宝胶呢 来做盾牌 去挡住 美国警察那些橡胶子弹呢 是的 为什么要去拿个 胶的垃圾盖 垃圾桶盖 来做盾牌呢 因为 那个 那个民生的那个资源 那个资源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美国 用我美国人的观念 美国是可以握枪的 为什么美国有这个 第二修正案有用枪权 就是 因为防止这个政府 是变为极权 那么人民起码都有一些基本的 抵抗的 抵抗政府的力量 有限度 但是你都 赋予了人民某种的力量 那么所以 你说 Antifa 是去 去退化到 只是用一个法宝胶板 用一个 交水喉汤 跟这个 美国警察去对抗 根本这些就是 我们知道 不是 这些 白人 这些白人用的东西 不是 美国心态 本土心态 是有背后 有一帮人控制 有一帮人洗脑 有一帮人呢 是去资助 这些 Antifa 的组织 而Antifa 以前呢 在去年的大选的时候 你打antifa.com 就会自动变成了 拜登.com 是的 这个维持了几个月 可能我稍后就要想 现在可能还有 现在可能还有 还有呢 就是 他们 用那个方法 用那个 Tactic 叫做Tactic 那个策略 策略 就为了想抹黑香港示威者 他跟着了香港示威者的动作 还有那些什么 那些铝石笔 是的 Antifa又用铝石笔 他跟着了香港示威者的东西 跟着来对抗美国这边的警察 目的不是因为 真是想对抗警察 是目的 是想抹黑香港示威者 就是说 美国都有示威者 美国警察都走去打示威者 那么香港警察打示威者 又有什么问题 是的 有很大不同 就是美国有枪 美国的人是有枪 美国的人是大胜很多 还有美国人 是一向 就是不害怕政府 香港人一向 十几岁就有车牌了 在这里 十几岁有车牌 是吧 自己开车自己出入的了嘛 十四岁可以吹枪的了 在那些儿子里已经 是吧 是吧 所以根本就完全都不同的社会 但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他们就是想吐了嘛 吐了来这儿 那么变成了我们美国外面 就想批评香港警察那时候呢 就截了了嘛 批评不了嘛 其实错了 怎样我告诉你知道 一样批评到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人是一帮手无寸铁的一帮人 是啊 很明显 是啊 831 你这帮香港警察乱打人 你根本不可以去解释的 全部有片的 啊 你怎样批怎样批都没用 你只是一帮 白痴 弱智 无脑 啊 甚至一帮唯利是图的一帮蓝丝 啊 啊 去 想着呢 就避免共产党游泳上位的一帮人而已 啊 还有George Floyd 他都已经接受了审讯和判刑了 最后那香港是在这个 反送中的 去镇压市民的时候是没有一个去 没有警察啊 受过 审讯啊 拘捕啊 是啊 文化啊 独立调查都没有成立到啊 你831乱打人 那些警察乱打人 是不是又没有 721 721 不见人嘛 是啊 831就乱打人 还要关上个 overnight 关上个警局 这个是元朗和天税卫 这么荒谬啊 你现在这个在国内里说完所有废话 这个林郑月娥是吧 接着之后呢 他还有一堆废话 当然很多 那他讲到 废话呢 他讲到就是说这个 自从 有了这个《国安法》之后 那由今年 目前登记在政府新闻处发布 系统的香港海外以及网上的媒体 都被去年有增无减的 那这个是荒谬市庭的 就是他是想就是说了 他就是说 这些被抓了 被抓了的 就是新闻工作人员 剩下来的那些呢 就是会公正啊 去报道这个香港的新闻啊 不会抹黑啊 那他是 而且呢 现在的香港本土里面 还有海外以及网上的媒体 都比以前是多的 那 那 就是 根本 根本是在香港 境内里面的 不同你同一个意见都已经被你去 某程度上的制裁了 根本是不是 你不是拉 就去 弄到他们收声 是不是 那你去批斗他们 那么 很多KOL都根本自己已经是 离开了香港境内了 他可以发声是因为他已经离开了香港 他继续去发声 那在香港境内根本就是很少很少 就是有反政府的声音了 那所以他是说 越来越多 那这个你是不计 越来越多反对你的声音就是 所以就说越来越多 而且他就添侵了 那些蓝梅在香港里面 那那些我们近日的节目里面 我们美港天恒的节目 都有去点名去 讲一些香港的蓝梅 那他们呢就是 是有 五位数 他们有几万 十几万 还有二十几万的点击率 那但是呢 呃 他们的 呃 比如说 香港其他的媒体 这样 比如说萧生 萧生都多 香港人听啦 诸如此类一些比较中间派的 或者是不是说政治的 是说饮饮食食的那些 都没有去到那么多的点击率 那为什么那些蓝梅会突然有那么多的点击率呢 是不是 而且呢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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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拜登的演讲 白宫里面 他都是得五位数 最多是三万这样的点击率 如果他那天是多人听的话 那为什么那些蓝梅会多过拜登呢 为什么蓝梅那些点击率多过拜登啊 东网啊那些这样的样子 那么啊 那习近平主席那个在 联合国的发言 都是 万几的点击 这个是 普通话版 而英文版是 三万一的 连 蓝梅都 他习主席都不够那些蓝梅来 是不是 是的 而反而蓝梅的国语版呢 是得四位数字 五位数字 顶上了 万几 几千至万几 那反而我想呢就是这个 他普通话那个点击可能是正常一点 可能是真人点击了 那我怀疑呢 他那些蓝梅的 广东话评论可能他的点击是否要做的 这个是我的想法了 那他都是于滥充素啦 就是这些都是共产党的操作来的了 那他讲到就是说 有外部势力啦 就去影响啦 令到这些反中乱港的 小部分的反中乱港新闻呢 传媒的名义 假借这些名义呢 就参与圈验违法暴力的行为 扭曲抹黑政府的讯息 发放偏颇的报道 甚至是捏造假新闻 这些乱象呢 已经是达到严重危害 国家安全的程度 让绝大部分 爱国爱港的市民感到呢 痛心和忧虑 那哪一宗假新闻呢 是不是 那黎智英都被你捉了 被你清盘了 那 黎智英做了哪一宗假新闻呢 是不是 黎智英如果没有做假新闻 那这个现在谁在裂造假新闻呢 可能是林郑月娥在裂造假新闻也未成功了 那么 感谢观看